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安 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這一集 由Intel爸爸贊助 因為他看到我們的影片是非常有水準 不管是音樂或是影像 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他決定這次跟我們合作 來 沒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ASUS VivoBook S14 S435 我最近其實很想換筆電 但剛好 就這麼剛好 ASUS就寄一台筆電給我 這台VivoBook S14 S435 我們來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吧 我們簡單的看一下這個筆電 因為我其實有偷偷的看一下 必須要 必須要 給大家看一下 據官方說法這個是 秘境綠 秘境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探險 大膽 這也是ASUS想要帶給使用者們 有那種大膽 探險 探索的體驗 所以我們馬上來打開看看吧 我們打開這台VivoBook S14 發現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Enter鍵的顏色 跟其他鍵都不一樣 它是黃色的 為什麼是黃色呢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一下 根據ASUS官方說法 是它想要帶給使用者們 有一個大膽去嘗試 發表自己言論的感覺 就例如 例如你們看我的影片 你們覺得很棒 音樂很好 畫面優美 你們可以大膽的 直接在留言區 按下Enter鍵說 人長得帥 或是人長得可愛 或長得醜 都可以都可以 我們虛心的接受大家的評論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左右兩側呢 到底有哪些連接口 大家最關心的可能是這個 左側呢 有兩個Soundable 4 USB-C 還有一個HDMI 再加一個3.5mm的耳機孔 右側則是USB 3.2 Gen1 Type-A 及USB 2.0 還有MicroSD的讀卡機 看完左右這兩側的連接孔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地方是 左邊的HDMI 因為其實現在的筆電呢 很少附上HDMI的接口 都要另外接 那它這樣做 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我有時候回到家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要做音樂啊 有時候需要雙螢幕 所以這個HDMI呢 就可以直接讓我連接到另外一個螢幕 在工作上面呢 就變得非常的方便 不過呢 這邊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這台筆電呢 是沒有網路孔的 如果你是需要網路線的話 你也可以另外再接一個轉接頭 如果呢 你是不需要網路線的朋友們 你們也不用擔心 這台筆電也有支援Wi-Fi 怎麼可能沒有Wi-Fi 而且它搭載的是Wi-Fi 6 什麼是Wi-Fi 6呢 上椅子 可是不知道 我知道它很快而已 對 詳細數據大家可以上網查 反正呢 它現在已經是最快的Wi-Fi 最廣的Wi-Fi 以及是現在呢 無人能敵的Wi-Fi 所以呢 你也不用過度擔心 也沒得挑啦 已經是最頂了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呢 我們還是要得登錄電腦嘛 那呢 VivoBook S14呢 它其實也是有支援指紋辨識的 這是現在的電腦的標配嘛 那指紋辨識也沒什麼好講的 指紋辨識旁邊 哇 這就厲害了 它有一個Intel EVO的商標 這個貼紙呢 是什麼意思 它代表三大特點 第一大特點 輕薄 好 這台筆電呢 這樣是多少 1.3公斤 我掐指一算就算得出來了 1.3公斤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如果你在家裡 你跟媽媽或跟爸爸或跟兄弟姐妹在搶電視的時候 你可以帶著你的筆電到你的房間或是你家裡的任何一個角落 你就可以不管是躺著趴著或是你要在空中倒立看都可以 對 因為它非常的輕薄 非常的方便 一帶就走 那第二大特點呢 就是效能好 什麼是效能好呢 這台電腦搭載的是11代Intel Core i7處理器 然後它是512GB的SSD加上16G的RAM 臨時記憶體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有時候呢 會開啟非常多分業啊 不管是直播也好啊 剪輯也好啊 或是你現在開啟非常多的視窗 所以這個RAM呢 我覺得它給的是相當有誠意啦 給到16GB 第三大特點 續航力強 大家知道啊 我們平常不管是學生或是上班族 甚至我們這種自由行業的人啊 很常是要帶著筆電出去外面 不管是咖啡廳啊 公司啊 或是一些聚會場合啊 所以續航力呢 對我們來說就非常的重要 根據官方說法呢 瀏覽一些網頁啊 聽歌等等的啊 8小時耗電率為55% 而且它支援快速充電 0到60%呢 你只需要50分鐘 就代表你可能在家裡 或是在公司有充電器的話 你中途回家或是到公司的話 你的電量馬上拉到60% 你又可以出去 出去浪了 讚 講那麼多呢 我們剛剛有三大特點 幫大家整理一下 輕薄 續航力強 跟效能好 如果你是比較在意這三大特點的話呢 你直接去找 由Intel平台認證的EVO貼紙呢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花太多的時間 去比較這台電腦怎麼樣 這台電腦有沒有比較好啊 你直接去找有這個貼紙的 直接為你省去大量的時間 你可以把這時間拿來 做在更有意義的市集上面 好這邊再跟大家補充兩點 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我覺得自己很喜歡的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安靜模式 因為我們平常在錄音的時候 麥克風會收音嘛 如果你筆電很吵 那這樣怎麼錄音啊 全部都抽到那個風扇的聲音啊 不過好加在VIVO Book系列的每一台筆電呢 它使用新的Iceplane風扇 可大幅度的減少震動與降低噪音 可以讓你在使用過程中呢 更加的舒適 讓自己的耳朵呢 可以享受非常寧靜的感覺 第二個呢 一樣是按Fn加F 它可以選擇另外一個高效能模式 大家知道我們平常在剪輯 有時候可能需要特效 但是你在跑特效的時候 常常電腦會跑不動 所以這台VIVO Book S14呢 非常貼心 它做這個高效能的設計呢 可以讓你直接一屆提升效率 最高到40% 所以等於是140% 哇 那這樣跑起來特效啊 或是一些字卡等等的 都會變非常的順 所以呢 不管是剪輯啊 或是錄音 這兩種呢 情況 這台筆電都是非常適合的 剛剛講那麼多呢 都比較偏向工作上面的取向 但是我知道你們一定 會拿來看劇 或是看YouTube吧 是吧 看劇最重要的就是螢幕 VIVO Book S14呢 這一代的螢幕 非常有特色 它採用的是14寸的 4HD四面Nano Edge窄邊框螢幕 讓視覺看起來不笨重 而且它呈現的顏色非常飽滿亮眼 你們在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會看得出來 我感覺很像上了口紅一樣 因為它非常的飽滿啦 而且它非常適合呢 在家追劇啊 看其他YT影片啊 可以不看我也可以啦 就是我沒有很在意啦 沒有我還是很在意 還是要看網 講到這麼多 大家一定在想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拉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用 VIVO Book S14呢 進行頻道會做的一切事情 例如 打譜啊 剪輯啊 還有這一次 頻道第一次公開的練習情況 由於現在的疫情非常嚴重啦 以前的護理人員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今天呢 要為他們帶來一首 比較莊嚴的曲子 就是巴哈吳伴奏的 Sonata One Ada Joe 那現在是練琴的環節 難免會出現一些 車禍現場都是正常的現象 那在練完琴之後呢 會為大家帶來完整的曲子 那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們要把他招待進去 給你一次的曲子 在朝廷 你之後可以把他招待 你來測試一下 你不要再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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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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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